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们讲走篮 但如何保护自己走篮 我们平时走篮的时间 之前我有影片讲过 走篮是应该抹一股脚走 记住不是向右走向左走 不是朝语 记住抹一股脚 你是一辆火车 你在路轨上走 右的前和左的前去走篮 没有向横向左 记住这一点 因为当你抹一股脚走篮的时候 你就会稳定很多 重新 脚未好 所以没有什么力量 有机会 平时走篮 因为很多人都想看 如何保护自己走篮 好 之前教过的一些我们普遍没有那么高的球员 对付比较高的球员会有风痰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拿位去走篮 平时的走篮非常简单 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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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走篮 教科舒适 今天我们教的 其实你走篮的时候 你可以pick up the ball 去保护自己 拍球 pick up 1 2 照样放篮 再看多一次 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看着 拍球 拍球 pick up 放篮 很简单 你认为你也是懂得做的 但是功用很重要的 第一 pick up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一个很很很很很很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我们拍球 走篮 铲篮的时候 一般都在一个高速的运动之中 你重心必然向前 没有人不会这样跑 很难的 好了 当你中前去运球的时候 你一拿起球 其实呢 你就可以拉回直了的人 变相是什么 有少少急停 得力 power 好回 因为当你这个人 重心 拉直之后 你对抗性就加强了 你中前 你对抗性很弱的 拉回直 对抗性就强了 第一你可以保护上蓝 记住 我经常教很多学生 好快 快得很离谱都有 我见过 很快 很快炒进去 很快炒粉 想清楚 你是跑步 还是打蓝球 还是你打 rugby 或是football 你不是要touchdown 你要把球摆进去 你打不扣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入蓝 记住 所以我们走蓝的时候 你不用用最高速度 好好 好好 分好自己的速度 今天 我每一个球员都会和他说 记住 你最少要控制自己 三个速度 三个 一 50% 二 70% 三 90% 最高速度是不用训练的 因为最高速度 基本上我们不会用的 知道什么叫最高速度 波都摘不到 才叫最高速度 所以我们用不到 只有跑字 我们记住 用好 50 70 90 50 70 90 你今天试下带着波 分这三种速度去跑 不容易的 最重要的是 你记住拍片看回 你是不是真的分到50 70 90 你看不出的话 其实你都是 保持着 只不过是90 你在打篮球里面 全速 同一个 你拍着波 运球去全速 同一个 不用运球全速的人跑 你觉得 你可以快他多少 打篮球并不是全靠速度 真的戒了他 试试用多些变速 50 70 你试下50变90 过了那个人 OK 今天开始练好这句 好了 我们讲回走冷 刚刚讲 当我们中前的时候拍球 抽起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抽起个人 最重要一件事 看着 我们抽起的时候 抽起到怎样呢 我们是抽起到 我中前 假设现在这样 我们抽起到 打了脚出去 再看一次 中前 抽起 打了脚出去 这里 站在这里 OK 拍下球 打 放脑 记住 抽完 打出去 手不要放回来 这里 天旗 不要放回来 这里 你就被人打 打你 拍球 打 放脑 OK 抱歉 这球炒了 再来 抱歉 刚刚没拍球 拍球 抽 放 放 你可以用下手 就算如果你用 Folder OK in and out go 抽 1 2 Folder 都容易了 一抽起都容易 Folder 抽起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又要请阿豪出来 好了 又请阿豪出来 pick up走蓝 还有什么很重要呢 第一 当我一抽 抽起之后 我现在走蓝 的姿势之下 其实防守者 就算在你旁边 第一 你见到 最基本的 左手保护 这个很基本 好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挖的机会都没有 是不是 他要是 整个手挖我 要是整个手打我 他更加不会挖这里 因为当你拿起的时候 他不敢挖你这里 一挖这里 就已经是Folder 即是奪拳 两次再开球 所以当你有这个姿势的时候 他就变相只能Block你 要是跳到很高 去Block你 你也可以拿起那个位 可以放Folder 或者放上手走蓝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当你抽起的时候 看着 另外一边 你就看到了 我正面 假设 这个防守在这里 抽起的时候 你看到腰是转了 其实你这个肩膀 在第一步和他平排的话 你第二步就过眼 已经有问题了 看到吗 我们用这个肩膀去过人 OK 好了 那我们试一下 解释 我走蓝的时候 BOOM 一二 你看到刚刚呢 我 我是停了 的 他 当我拍到球 迈到来 停 但突然间抽 这一下 你可以过他 也可以摄到他的位 OK 再看一次 明白吗 认真吗 真的认真吗 OK 拍 好认真 明白吗 就是这样摄着 是这样摄的 你看到他很难抓 尤其是当我们 真的过他的时候 OK 你随时可以变回上手走蓝 你抽起这个动作 而且是什么呢 这一盒不用抹 你可以这样练习的 弄完 衝上去 一二 好蓝 OK 再看一次 我们就是滚 在这么低之下 抽回直 个人彈起 放蓝 明白吗 你一样可以 这个抽的动作 是我们走蓝最基本的 有向上抽 向下抽 遲些呢 还会有Evo Step 都是靠抽 去做Evo Step 那个我下次会再说 让我的脚再好一点 现在有点害怕 OK 今天 这个就是保护上蓝 你看到呢 好像 没什么给你看 但是记住 当我们在这里 一个 一个Signature Move 很简单 趴上去 慢 抽 OK 你就可以这样摄上去 再看一次 趴上去 慢 抽 OK 这样摄上去 一抽 你要带动到整个人 弹出去 第一步 是一弹 大步的 是弹出去 不是滑出去 不是踢出去 是弹出去 第二步 弹完 第二步 不要用力 第一步很大步 第二步 不要用力 第三 跳 跳的时候才用力 我们不可以每次都用力 适当地发力 弹 收 再弹起 OK 站在这里 一样都是这些练习 弹 收 弹起 放蓝 有没有问题 阿豪试一下 他不懂的 没气 要到最后收回 我很喜欢这样练习的 大家等下 镜头一转 拿出了工具 拿出来了 看着 你可以用树木 木板 这样打你的朋友 不过我不建议 OK 看着 过来 只有声 不痛的 看哪有事 手握 ready go 对了 包裹不打 一定不会再把球 拿下来 刚刚他拿下来 现在不敢拿下来 我们 记住 当你去打 一个 跟你差不多 的篮球 人家是不会让你的 说明差不多 的 大家都拼到尽 你更加要保护 记住 你抽起球 你抽起球 你抽起球之后 你不要打人 打人就是你坏 我拿着这个 就是围场上面的挂钩 倒钩 你走过来 你就自食其果 但是你千万不要侵犯人 明白 你可以保护 但是不要批下去 你可以抽起 但 人家打 打你不脱 我们香港 的球员 我认为这一部分 包括我以前 最差的 走揽呢 正常走揽 对了 是不是 你整天的球放在下面 你是被人打的 不会在这里走揽的 千万不要 没有人就在这里走 明白 记住 当有敌人的时候 对了 go 打 对了 你明白 打都打不脱的 对吧 OK 今天 完 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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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